但您关心目前全国融机转移经有古迹 那么现在呢 桃园则多了河川融机转移计划 那么将把至南侃西区段变成是实施的范围 民众可以取得都市计划的建筑融机 政府则可以少负担征收土地的费用 在都市发展当中达到双赢的策略 正式签署河川区融机移转计划书 桃园市长郑文灿领先全国 实施河川区融机移转 让人民以及政府多了一项新选择 有效利用土地发展都市计划 通过融移当然可以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 那也让地主可以通过融移 得到权利的补偿 当然融移的地价 当然是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像住宅区来相比较 因为已经被列为河川整治线范围的这个河川区 但是总是能够让地主有合理的补偿 那也可以让建设的速度加快 以往河川区用力取得只有协议架构 以及土地征收方法 根据目前桃园南凯西 左岸私有土地征收费 市价约两亿三千五百万 现在多了一个融机移转方式 大幅提高居民征收意愿 征收市价会很低 那低于部分的部分 就是地主会产生容易比较抗拒以及抗争 那如果说 藉由一个融机移转的一个实施办法 在我们办理征收之前 地主多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权利 那我们希望说 这是可以促成双赢的一个机会 不管是公共设施的保留地 或是都市内的河川区 郑文燦表示都会积极协商 创造双赢局面 让桃园各项设施起飞 达到一局城市 记者综合报道